當然他們維護我們就是 因疫苗無關 幾個字就說完了 什麼解釋都沒有 就是無關 所以我們很沙漠 還有這麼近 打了一天就出了事 還有風 什麼解釋都沒有 那我們有什麼信心 就是打第二針 第三針呢 左手就舉不起 是啊 舉不起 手指是握不起來的 很痛 很痛 真的一點都沒事的 你們真的去啦 沒事的 如果有問題 打電話給我 我立刻來看你們 大家好 我是袁凱文 今天想跟大家說 就是我們收到一些接種疫苗後 出現異常事件或者副作用 但是完全沒有任何的保障 也沒有一個合理的解釋 我們將這些個案 很真實地和大家分享 所以想請大家 先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言 還有讚好 還有分享給其他 你覺得有需要留意的朋友 因為我都知道 現在長者的接種率是比較低 也有很多不同的考慮 而我很想將這些個案 分享給大家 看看現在的情況 究竟是怎樣 大家可以再充分去考慮 應不應該接種疫苗 或者是接下來要第三針 應該是怎樣接種 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這個新冠疫苗 權益熱線 其實都成立了大半年 收到不同的個案 而這種個案 我們看到是很突顯到 整個保障機制的不足夠 以及連個解釋都完全沒有 那這個事件究竟是怎樣 其實那個求助人就是鄧女士 他一直都是很努力的 自力更生 做一個外判的清潔工 在一些康民署的公園 做不同的清潔 他本身三月其實已經有想過打針 但是因為看到有不同的情況 一些副作用 好像有報導 有出現的 所以他都猶疑 但是去到過了不同的時間 政府也有很多是弱針 迫打針的措施 也都是要用一些強制檢測 等等這些自快檢測的情況 去到八月的時候 因為工作要求 因為九月就要實施這些政策 那他就是去接種第一劑的科興疫苗 在這個之前 他其實沒有任何身體不舒服 可能血壓有高一點 但是以前看醫生的時候 都會說這些是沒有什麼大問題的 也都是不需要吃一些血奶藥等等 所以都嚴格來說 是不是一個長期的病患 那他八月十三日打完方興之後 其實八月十四日已經是出現頭痛 有些辨別不到方向一些小中風的症狀 但是他休息了一會就好像很短 所以就沒有去跟醫生求助 但是過了幾天 去到八月十九日 他就在家裡跌倒 就出現中風症狀 由於情況是非常之嚴重 他也是由救護車送去人際醫院診治 在這件事件 醫護其實就做足了他們的工作 在八月二十日 人際醫院已經把鄧女士的個案 去呈報給衛生主 是這個疫苗接種嚴重 或者非如期的異常事件 但是在這兩個月 政府衛生署或專家委員會 也沒有任何的回復 所以他在十月二十日 就知道我們有這個求助疑線 就跟我們求助了 到十月大約過了一個星期 我們就幫他們 或者教他們 怎樣去申請這個疫苗保障人基金 這個保障基金 就是由AXA安盛去處理行政 到大約兩個星期都不夠 十月十一日 然後AXA就用書面回復他們 就說這個新冠疫苗 從事件評估的專家委員會的評估結果 認為他中風這件事 和接種的疫苗是無關的 所以拒絕了他的賠償申請 但是沒有交代到為什麼無關 整個流程是怎樣 完全沒有交代到 所以我們就再進一步幫他 11月17日 就是去信給這個專家委員會 和衛生署要求解釋整個評估的流程程序 怎樣根據世衛的算法流程 因為有一個表出來 每一步怎樣做 有些表怎樣拍呢 就是請他們把所有這些詳細的資料 去交代怎樣 那個中風和疫苗是完全無關的 但是他們那個回覆呢 就是完全沒有回答過我們的 他們就純粹說 他們已經收到一個情報 一些資料了 考慮了不同的臨床資料 處長醫生意見 他的病歷 根據這個世衛的流程 去做一個評估 但是呢 就完全沒有解釋整個流程的 那些意見 每一步怎樣做 是完全沒有 所以我們就再追問 11月23日 就說 我要你每一步 世衛的流程 那四步每一個步驟怎樣做 怎樣無關 那些確實的有力的證據是怎樣 麻煩你全部列出來 那但是他們呢 都是11月29日的回覆呢 都是沒有一個清晰的答案 完全是迴避我們的問題 那所以現在我們呢 就是在12月2日的時候呢 就是迫於無奈了 就要用到現在法例可能是有的權利 就是用這個個人資料 私隱條例的查閱資料 這個表格去要求 那根據這個條例呢 其實呢 有關方面呢 如果是保持到 那個當事人的私隱紀錄呢 其實要在40天內呢 又要向當事人提供的 那我們呢 就是要求 把整個世衛的算法流程啊 所有的報告啊 所有的內容呢 給個副本 那就是 包括一個因果評估的檢查清單 那到12月8日呢 衛生署就回覆 就說1月10日 1月10日呢 明年的1月10日呢 就是會就這個資料 足足回覆 但是呢 就沒有承諾呢 是一定會給還是不給 還是怎樣 至於那個經歷和感受 大家可以聽一聽 事主和他的女兒怎樣說 就是很 就是我們這個小市民是很無助的 反正 是打了針出的時候 是沒有一個地方 是他們沒有一個電話 問我們 是不知在哪裡 是 不知在哪裡 是問哪個部門 直到我們看到新聞 有這個原議員這個疑心 他們幫我們跟進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就寄信了 是那個 那個 那個 疫苗基金 當然他們 回覆我們就是 因這個 疫苗無關 就 幾個字就 講完了 什麼解釋都沒有 就是無關 所以我們好心 因為 小小 你關於什麼事 什麼原因 告知 就是拱養和拱鋼 是打到一天就出了事 和拱鋼 什麼解釋都沒有 政府部門 一個電話都沒有 那我們有什麼信心 就是打 第二針 第三針呢 打針打一頭 打針打到這裡 中風灯 換了 這邊就是 這邊是用不到的 拱鋼 拱鋼 這邊是微微的 還有這邊很痛 事實上 那個時間 那麼短暫 因為 說的是一天 接種完一天 已經出現到的事 一個禮拜 也出現了嚴重中風 即使是 本身的醫生 其實都不能夠說 是無關的 但是 專家委員會 就一句 就說無關又無關 但完全沒有任何解釋 這個是不是合理呢 我相信大家自然 是有大家的想法 但是 毫無疑問 這件事 已經是令到 鄧女士 和她家人 以至很多不同的朋友 對接種疫苗 是非常之擔心 我完全不明白 為什麼政府 可以完全是 不交代 不解釋 沒有任何的支援 就好像猶得 鄧女士和家人 自身自眉那樣 我覺得這個是 很無道義 很無道德的 而在整個的保障 大家都可以看到 現在她就沒有這個疫苗保障 而她本身已經損失了 那個工作 那個收入 那是不是我們的保障基金 是真的能夠處理到 很多市民擔心的副作用 或者異常事件的情況呢 在鄧女士的個案 就看到 很明顯 就完全是保障不到 所以我想 其實幾方面 還原幾倍部 是很簡單 政府和專家委員會 是應該要做 其實那個原則 或者一個心法 其實都很簡單 就是假設那個 是你自己的家人 假設那個 是你媽媽 你太太 丈夫 或者你的小朋友 如果出現到 這些負面事件 你覺得有什麼 應該做 最簡單就是 詳細 怎樣根據世衛的流程 每一步 詳細的證據 有力的證據 怎樣走 怎樣得出的見論 整個選法流程 每一步 交代給當事人知道 這個非常之重要 而第二 就是都應該要把那個 賠償基金 如實 執行一個很重要的條款 就是當 如果證明不了 那個 負面事件 是跟疫苗無關的話 都應該是要保障 應該要賠償 我們見到 之前有個個案 死因庭 是處理 都是接種科興疫苗 48小時內 到最後死因庭 甚至死因庭 很明顯都是解釋不到 情況 也有些 當時的專家都說 是不排除 接種科興疫苗 或者接種疫苗 是成為去過身 或者那個 有關的病 最後一根稻草 既然可能是 最後一根稻草 那都好像是有些關係 在這個角度 講的是一個時間 特定的時間範圍內 都是講的是 一個禮拜 或者兩個禮拜內 出現這些事件 其實都很應該有些賠償 給一些家庭家屬 令到他們是不需要徬徨 這些不是他們的錯 他們都是相信政府 去接種疫苗 所以絕對是有個導義 為他們提供一個詳細的解釋 以及一個詳細 以及一個足夠的保障 這個是非常之重要 好 接著 接著 最後 想 如果大家 你的朋友 或者家人 如果遇到有類似的情況 不知道怎樣求助的話 大家可以聯絡我們 5139 9171 我們疫苗權益熱線 會提供全年的協助 因為我們知道 即使我們去問政府 他都沒有一個特別的專線 去處理這些疫苗副作用的問題 完全 你看看 當事人都是透過賠償基金那邊 才回答 完全沒有關係 這方面的跟進工作 我覺得是極度差 所以我們收到這個案 我們是會幫大家 去爭取一個 起碼合理的交代 起碼拿回大家詳細的資料 情況 這些是大家的權利 大家也都 我覺得是需要知道 所以如果有些什麼 關於疫苗事件 副作用的情況 出現到懷疑是有問題的話 大家請聯絡我們 在將來 我們會再分享 其他一些副作用的 個案 包括有些可能是獲得賠償 我們是怎樣的 又或者有一些 是出現甚至是死亡的個案 或者其他個個案 我們都會逐個逐個個個案分享 我唯一就是 想說 我呢 自己都是有接受疫苗的 兩針必泰我都是打完 是最早那批打 我是明白 甚至是同意效益是大於風險 但是似乎 現在那個風險 即使是效益大於風險 但是那個風險 是被一些媒體 或者是被一些專家等等 是很有目的 好像是放到很輕 甚至說到沒有什麼風險 而這個我覺得是不應該 有風險有情況 就是應該要講清楚 解釋清楚 甚至有關那個保障 也都是要做足 這個才是非常之重要 那所以呢 希望大家呢 如果你覺得這個影片 都值得你分享的話呢 希望大家留言 讚好 還有給你身邊的朋友 而有需要去求助的話 記得聯絡我們 多謝你